美國印第安納州州長率團來臺 二十二號上午與總統會面 大讚臺灣與印第安納州友誼 堅若磐石 參訪團預計將在臺灣待三天 不只會見總統也簽訂產業合作備忘錄 加強與我國經貿合作 臺美交流更緊密 臺日關係也持續升溫 雙方互贈小禮物 日本國會跨黨派議員二十二號下午抵臺 會見蘇院長 出發前不會言就是為了牽制中國 日本代表團預計二十三號會見總統 這波裴洛西掀起的訪臺效應持續擴大 每日官員接連來訪加拿大國會代表團 德國聯邦議院人權委員會議員 還有丹麥國會代表團 預計十月前後來臺訪問 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同樣計畫年底前率團來訪 時間可能定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 中國武力施壓意外讓臺灣與國際更靠近 烏克蘭總統府請願網站也出現一項提案 促請烏克蘭政府在我國開設 烏克蘭經濟文化代表處 三個月內已經獲得兩萬五千名以上的公民連署 挺臺已經成了立體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各位的到來對臺灣意義非常的重大 三立新聞 環宣報道